早朝我们的国王阿塞曼一直苦思着 哪里才能找到希望之花 大臣们的汇报他一点也听不进去 生长于黑暗之中的希望之花 我以前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有这种花呢 爱丽丝不会是在骗我吧 不过看她说得清晰明白 不像是随口编的呀 你在干嘛监视我吗 臣不敢 臣是在等陛下回复 什么 既然你不是在监视我 就赶紧下去 免得我看了你心烦 是 我虽然不及爱丽丝聪明 但是我有权力有臣民 我可以让我的臣民帮我想啊 爱丽丝只说必须我亲自去寻找 可没说必须我一个人想啊 站住 陛下 有何吩咐 我问你 这世界上哪里有生长于黑暗之中的希望之花 啊 这个 陛下 微臣不知 我要你有什么用 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回答不上来 你们都给我想一想 什么时候想出来 什么时候再退朝 我们的国王阿塞曼 我们的国王阿塞曼十分急切地想知道哪里能找到希望之花 可大臣们和他一样越是着急 越想不出答案 哎呀 你们想出来没有 希望之花在哪里 一群饭童 想不出来你们就别回家吃饭 眼瞅一上午过去了 大臣们一个个饿得前胸贴后背 哪还有精力思考问题呢 陛下 臣知道 您热爱学习 想尽可能地完善自己 可是这个世界上 总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或是人类无法探明的现象 您大可不必为难自己 非要掌握所有知识不可 就算您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用不着发这么大的火 对所有大臣实行进食惩罚 我们饿一会儿不要紧 可您不能让自己饿着呀 人饿了就容易上火 上火会导致人思考能力下降 这样就形成了恶性循环 一次两次不要紧 可这次数要是多了 够了 你看看大家 都是被你说晕的 要不是我身体好耐力强 早就被你念叨得昏过去了 你快给我住嘴 是是是陛下说的是 臣又犯老毛病了 臣这就敢 臣这就敢 你以为我是故意难为大家吗 我也不想问这么深奥的问题 可是找不到这朵花 我就无法专心听故事了 不能听故事 我每天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陛下 解灵还需寄灵人 敢问陛下是谁告诉您世界上有这种花的呀 嗨 山鲁不问还好 一问正好碰到阿塞曼的怒点 这下 山鲁可真是自找苦吃了 还不是你的宝贝女儿 爱丽丝 我告诉你 山鲁 你必须在明天早朝之前 给我找到这朵花的生长地点 否则 你就别想见到你的女儿 什么 爱丽丝啊 爱丽丝 你怎么也和爱娃一样 开始给我惹麻烦了呢 你好好的讲故事就行了 干嘛能这么一出 惹火烧身呢 陛下息怒 是陈教女无方 陈 这就去找希望之花呀 我真是太聪明了 山鲁一定会从爱丽丝那里 问出希望之花的生长地点 这样一来 我很快就能喝到振奋精深的香茶 晚上听故事 再也不会睡着了 爱丽丝啊 你一想聪明捡身 怎么这回竟然做了这么捡糊涂事 你别告诉我 你是真心为了陛下好 我压根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希望之花 爸爸 世界上的确没有你说的那种希望之花 但是我说的希望之花的确存在 什么你的我的 爸爸 你说的是花朵 希望之花 而我说的 则是给予人美好希望 使人在困难和挫折中 依然能乐观地生活的信念 信念 你是说真正的希望之花就是信念 哎呀 艾丽丝 可是这样一来 我怎么回复陛下呢 难道要我说希望之花长在人的心里吗 别担心 爸爸 这其实都是我为了救那些女子 而专门为陛下设的局 你只需要这样做就行了 嗯 嗯 好 真不愧是我的爱丽丝啊 竟能想出这种办法 可是如果陛下坚决不放人呢 那岂不是白忙活了 没关系 即使陛下不答应释放那些女子 她的心里也已经有所触动了 我只希望能一点一点地唤醒陛下的善心 找回原来那个爱你如子的陛下 好 艾丽丝 要用得着爸爸的地方就说话呀 爸爸要和你一起努力 解救那些女子 解救那些女子 找回仁慈的陛下 好了好了 爸爸你快走吧 一会儿陛下就要来了 他看见你这副模样 一定会怀疑姐姐的 我先走了 你自己要小心啊 多吃水果 多喝茶 千万别上火 啊 真是个啰嗦的爸爸 哎 姐姐 陛下来了 陛下 今晚我就给陛下讲新波达第四次航海旅行的故事 和往常一样 新波达摆好宴席后 就开始给宾客们讲述他的经历 这一次 他收购了许多事与外销的名贵货物 包扎捆绑妥当后 便和当地的富生巨骨们一起乘船出发了 立刻抛锚停船 工作麻利点 推给大家抓了 下一期航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